康熙皇帝一生功绩卓著,但在其晚年发生了九子夺嫡的惨剧,这也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失误。 这场夺嫡之争持续了数年时间,最终以康熙临死前,通过遗诏将皇位传给了四阿哥印真为结束。 那么印真当上皇帝后,参与夺嫡之争的其他八位皇子命运如何? 本期星星爱谈历史将为您讲述这段往事。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,看更多内容。 康熙虽然有二十多个皇子,但实际上真正参与夺嫡的只有九个儿子,分别是大阿哥印之,太子印仁。 三阿哥印之,四阿哥印真,八阿哥印四,九阿哥印堂,十阿哥印额,十三阿哥印祥,十四阿哥印之,故此称为九子夺嫡。 这九个儿子当中,老四印真最终夺得了皇位,其余八个,只能说没有最惨,只有更惨。 大阿哥印之的悲惨结局,都不是老四道德,而是拜康熙所赐。 在康熙废太子的时候,老大因为向爹进言,杀掉废太子而被厌弃,之后又被抓包,利用巫蛊之法,掩阵太子,谋夺处位的不臣之心。 而被康熙削绝圈禁,一直被囚禁二十六年,到死都没能放出来。 相当于被判无期徒刑了。 大阿哥在雍正十二年去世,享年六十三岁。 一个堂堂的皇帝之子,葬礼居然是按着被子之礼操办的,这等级不知道差了多少倍。 十皇子印额也是支持印四的,雍正二年圈禁极绝,直到乾隆弘历登基后两年才被放出来,死于乾隆六年。 二阿哥印额的一生,就像在坐过山车,曾被康熙两立两废,因为她是贺舍里氏皇后的孩子,生下来就备受宠爱。 把妈妈克死之后,康熙亲自承担了抚养印额的责任,在她只有两岁的时候,就被立位了太子。 这是她人生的第一个巅峰,长大后这位太子骄纵蛮横,还在朝中结党营私。 1708年,印额跟随康熙寻姓期间,皇十八子印蟹患了急性病,康熙十分焦虑,太子却无动于衷,康熙觉得印额缺乏仁爱之心,打发她提前回京了。 其他皇子发现康熙不满太子后,纷纷跑来告发印额的各种不仁的知识,将她贬低得一无是处。 康熙很失望,废除了印额的太子之位。 太子被废后,其他皇子使用全身解术,争夺起了太子之位,还有很多大臣也参与到了夺嫡之争中。 儿子朝臣的架势下到了康熙,他赶紧将印额复立为太子,但是夺嫡之争并没有就此平息。 有了被废的经历后,印额心中有了不安全感,他为了早日获得属于自己的皇位,准备密谋政变夺权,事情败露后,印额再次被废,并被康熙囚禁了起来。 庸正即位后,也没有将印额释放出来。 1724年,印额并逝于咸安宫,终年51岁。 太子印额和三阿哥印子,是三阿哥的母亲戎飞马家世抚养长大的,两人感情深受,印子是太子印额的支持者。 他曾告发大阿哥印子演奏太子印额之事。 导致印子被削绝囚禁,太子被废后,三阿哥印子尝试过争夺太子之位,但觉得希望不大,就退出了夺嫡之争, 开始安心闭门修书,雍正登基后的第八年,雍正最好的兄弟是三阿哥印祥去世。 葬礼上,三阿哥印子迟迟未到,来了之后,脸上也毫无忧伤之色。 直接惹恼了雍正,随即下令夺取他的爵位,并幽进在景山永安亭。 直至雍正十年,三阿哥印子死于禁锁。 八阿哥印子,此人向来都很有心机,精明干练,善于笼络人才,收买人心。 因此,印子受到朝野内外许多人的拥护。 实力最强,能力最大,印子的呼声越来越高了,推荐他的人人多,这让康熙非常气愤。 甚至说,印子柔肩成性,妄续大致,但毕竟东宫空缺,这也不行。 于是群臣便向康熙进言,要求选立太子,到康熙五十三年,又发生了一件对八阿哥而言,有着至关深远影响的事件,让他彻底断绝了夺取太子之位的可能。 这件事,就是碧莺事件。 当时康熙前往热河巡游,印子本来该随时在旁,但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三周年, 于是他前去祭奠母亲,未复行在请安,只是派了一个太监去解释。 其实这倒也没有什么,但坏就坏在他托太监送给康熙的老鹰打开来,竟奄奄一息,令康熙极为愤怒,认为这是八阿哥对自己的诅咒。 此后,印子彻底失去了这个机会,而九子夺敌,最终胜利者,就成为了老四应真,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。 但据后世学者考证,碧莺事件真正的幕后黑手,很可能就是康熙皇帝本人,目的只有一个, 那就是打压和控制黄八子印子的政治势力,以消除其对自身皇权的绝大威胁。 雍正登基之初,并未轻易对其下手。 反而极力拉拢八皇子印子,给予总理事务大臣的职务,协助自己处理政务。 到了雍正三年,雍正见自己根基已经稳固,才变换了策略,由首饰转为公式,寻找借口,试图将印子集团一网打尽。 雍正不仅将印子夺绝圈禁,还强迫其改名为阿奇纳,并且给他安上四十条罪名,屡遭迫害的印子,于雍正四年九月撒手人还。 九阿哥印堂是阿哥们最有钱的一位,八爷党夺敌势力的钱都是他出的。 而九阿哥的钱都是身边太监在宫外赚的,雍正先找了几个机会,把这几个九阿哥身边的太监都一一清除。 同时,命令九阿哥印堂去镇守西北,九阿哥印堂几次推辞不从,雍正先质问,屡次推诿,是何居心,他无奈只能去了,但印堂对奉旨而来的楚宗有所怠慢,再加上他之前与印寺,印之和印娥结党,被雍正夺绝和幽静。 雍正四年,印堂迎来人生最黑暗的时刻,他先是被削除踪迹,后被迫改名为塞丝黑,再被压界进京后不久,便一命呜呼了。 十皇子印娥,也是八皇子忠实的追随者,他在雍正帝继位以后,借故剥夺爵位,幽禁于京师之中,最后好不容易释放出来。 仅四年的时间,就病逝了。 十四皇子印之,虽然印之与雍正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,但因为在夺嫡过程中党同八皇子印传,又在后期与雍正争夺地位,也深深地受到了雍正帝的忌惮,在雍正帝继位以后,剥夺了印之的将军之位, 然后派遣印之在尊化看守景陵,并且派兵看守,实则也是遭受了幽禁,因为夺嫡,亲兄弟二人也变成不共戴天的仇家,最终在乾隆继位后,才终于得到开示。 九子夺嫡的出现与康熙有很大关系,康熙对皇子们在学业方面的要求很严。 但在德语方面却几乎一片空白,因为他认为无论老师还是其他大臣,都是奴才,皇子们没必要给奴才特殊的尊重。 从太子的老师汤斌身上就能看出来,汤斌虽然是老师,但太子是储君,所以在授课的时候他只能站着或者跪着,除非太子下令让他坐下,他才可以坐着授课。 可是印仁明明知道年迈的汤斌经常表现出力不从心的样子,却故意不让他坐下,有一天,汤斌阴长时间跪着给太子授课,结果气血不足晕倒了。 康熙皇帝得知此事后,不但没责怪印仁目无尊长,反而怪汤斌等人自作自受,不早点向他提出做着授课的请求。 有一次,康熙皇帝心血来朝要亲自考考汤斌的学问,可是他在出题目的时候,却故意挑那些在经史典籍中非常偏僻的部分,让汤斌背诵。 结果汤斌不是背不出,就是背不全,于是康熙就当着印仁的面嘲讽汤斌,在学问上还需要更进一步才行。 正是在这种唯我独尊式教育的影响下,康熙的儿子们虽然个个都学有所成,但也个个都自私自利。 因此,康熙朝后期的九子夺嫡之争才会愈演愈烈。 并且在清朝之前的朝代中,比如汉朝、唐朝、宋朝、明朝等朝代,往往采用嫡长子继承制的方案,以此确定太子的人选。 因此,对于非嫡长子的皇子,想要争夺太子的宝座显然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不过,就清朝初期的几位皇帝,比如皇太极、顺治、康熙等,都不是嫡长子继位的。 因此,就众多皇子来说,都觉得自己可以争夺太子之位,这才出现了这种情况。 总而言之,与雍正一起参与九子夺嫡的所有的兄弟,几乎都被幽禁致死,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 雍正在历史上的评价有很差的一面,他的爱憎太过分明,对于这些兄弟的处理手段过于极端,甚至于他的儿子都不赞同他的这种处理方法,但也许只有真正经历过九子夺嫡这个残忍战争的人,才会明白他的做法吧。